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以从花色的运用上 感觉出苏格兰带给他们关于设计上的经典启发 以外套类服装作为开场 用鞋纹软泥 彩色格子泥和威尔士王子方格图案 混合出硬挺的大衣版型 是这场时装秀所传递出最重要的秋冬趋势讯息 虽然扎实的毛泥外套成了展示主轴 但整个系列却更显示出新颖别致的朝气和活力 而时尚界爱用的男装女穿 在这次的秋冬系列里大现踪迹 男装面料依旧成为整套发表的主角 用过膝合身毛料铅笔裙或是金属光泽的中长裙 搭配透肤丝袜和平底鞋 并在外面穿上男性感十足分量感的大衣 这样的衣饰完全不见冲突 带有棉服般蓬松效果的双排扣短大衣 温暖的针织开衫 设设计团队将传统的男士大衣 采用了不同的羊毛面料进行剪裁 也在设计上加入了领边和下摆细节的改变 同时让外着的服装有了放大的效果 斜纹软泥和人字纹毛泥 加上从肩膀到底边的两种格子花色 这些低调的面料 混搭顺利带出品牌风格的传达 2014秋冬系列中 这些实穿性强 而且独具特色的细节 宽松套头毛衣和铅笔裙 势必将成为众多设计师 和品牌效法的范例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温小红 欢迎收看台北印时尚 今天的时尚生活聚焦单元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七位在时尚界跟彩妆界 造型界的大师 以及偶像派的两位歌手 一起激发出不同的创意和火花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非常非常地开心 能够请到我的众平台的好朋友们 大家齐聚一堂在这里共襄盛举 今天的活动叫做 特色虚实风格 创价指导发本会 顾名思义呢 就是希望能够创造更大 更不同 跟各个层面的价值 然后呢创造更多的火花 也会让台湾的金钱呢 变加起飞 我认为我喜欢以往大家书写问候的这温度 是希望做到一个有温度的包包 然后呢把这个以往只能手拿或者是肩背的信封包呢 再更升级 变成可以肩包 可以上肩手提 也就是它没有任何的穿着上的顾虑限制 你都可以去诠释演绎这个包款 这次的包包呢我整个设计理念呢 完全是一个很平实的这种材质呢 去设计出一些非常高级 非常华丽表面处理的皮的感觉 那这次呢我采用各种动物纹路的压纹的处理在包包的设计上 在整个设计里面呢 我们尽量讲求纯台湾制造 这次设计这个包类主题是一个城市游走的一个系列 应用了我本身的一个穿着的一个概念 就是比较有点摇滚rock的感觉 然后加入我自己比如说喜欢的一些金属的元素 包括拉链跟锚钉 然后做一些细节的一个设计 总共设计了三个包包 一个是公式包 一个是后背包 一个是托特 这次主要设计灵感就是玩颜色的概念 这两个包款设计的重点 就在是撞色 因为我觉得今年秋冬它其实撞色 还有皮革材质的拼接是蛮流行的 我个人很喜欢的就是这一款 有点像复古一身包的造型 那这个包款呢也是兼具了中性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除了它的复古的开扣之外呢 开了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暗袋需要的东西呢 我在这个包包里面都把它放进去 我们把环保跟时尚结合 特别拼接了一些环保元素在里面 希望用环保去提醒大家 保护我们的环境 保护我们的地球 这一次呢我设计的包包的灵感 其实呢就是来自 跟我工作息息相关的色彩 这个像粉红芭比的颜色 就会让女生看起来非常的清新 心情都会变得比较好 而且呢比较开朗 除了这个颜色之外 还有像是最经典的正红色 优雅裸色 还有一些香槟的颜色 让每个女生在选包包 就好像在选口红一样的心情 很开心能和MIT设计 与台湾时尚大师们共同打造产值提升的文创实力 今天借着这140周年的回顾展 我希望能把伯爵最精彩的岁月带到大家眼前 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我们来不及参与的过去 刚刚戴上900匹的时候我非常的敬业 尤其是你看到它的表面 它已经香了一圈非常漂亮的美丽的钻石 它有分机心或机渴吗并没有 因为它们已经合而为一了 所以它整支表只有3.65mm 但是它的表面又设计得这么精美 我觉得非常棒 戴上它你就不由自主地想要把它秀出来一下 因为其实它现在是世界上最薄的手表 所以戴起来你就会有不由自主的那种自信与骄傲 恭喜Azina这一季秋冬的服装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这一季的主题其实是数学家欧基里德写的几何原本 所以上面其实有很多几何的色块跟彩色线条 在细节的地方 然后有点像是在书页上面数学的符号在上面的感觉 OK 谢谢Azina也恭喜Azina 谢谢 在我身旁的是明州时尚的总编辑 今天也非常的开心 她能够亲临现场来看我们这场Carnival家喻 和Azina装的服装秀 我觉得Azina真的是一个很有天分的设计师 比方说像你身上穿的泡泡秀 就是她的礼服的一个重点 很有她那种年轻设计师的一个风格 终于又带一点歌姓的感觉 非常谢谢安杰 谢谢 我觉得她的衣服就是让我想到说 冬天也可以去潜水 因为她很多的材质是跟一般想象的材质不一样 她用的是潜水的材质 然后那个材质在她剪裁方面的高技巧下面 感觉到这件衣服本身就变得很活起来了 今天以佳玉带领的身份来跟大家介绍 佳玉最新秋冬的新款 那非常荣幸 然后希望今天大家玩得开心 看秀的感觉非常有临场感 因为model跟秀都从我面前经过 大概只有30公分的距离 然后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服装的质感 还有整体的穿搭 非常近距离的实境的感觉 这一次很荣幸担任佳玉2014年的代演人 那看完秀之后觉得她真的年轻化了 她真的可以走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且不再只是一个工具 西服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通过医疗技术的不断的突破进步 其实如果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其实痊愈的机会是越来越高的 当然要通过像今天这样的活动 集结更多的力量 来注入更多有关于防止有癌的人 正确的观念 做运动就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可以去跑跑去运动场跑步 要不然就是上健身房 那时间不允许的话 在房间里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伸展 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有任何做运动 哪怕五分钟十分钟 任何运动对于身体都是好的 最重要还是饮食的控制跟运动 那要把这件事情就是养成自己的习惯 我们很感动艺术家 他可以自己现身说法 来叙述他的爱情生活 那这是吸引我们BOO RIDE 这一次要主办艺术客战 那虽然只有短短三天 我们希望他像烟火一样灿烂 永远留在于大家的心中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运动号 其实他叫做其中有一人 开RIDE的时候 我看到后面 我乱吹到那些东西在那边 可是我的时候第一个念头 那两个人其中一定有一个人 是大艺术家 所以为了表示我的经意 所以我就把房子里面的这个画 就是之前的照片 就把他飞上去 这个展览叫做《两个夏天》 其实今天看到的这些摄影作品 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像一本小诗的册子 我就跟Nikolas提到说 因为我海边有个小房子好像不错 意外的我们在白沙湾找到一个小屋子 所以我称他为白沙小屋 那最近看到的所有的作品 就是环绕着这个白沙小屋的故事 所以当我们前后困顿的感受的时候 生活上难免会有 我们就设法打破它 那今天你们看到的 就是我们打破之后的 一个还算有一点点浪漫的生活的可能性 在台湾我们是不是还记得 所谓的Romantic这两个字呢 我想今天所有的展览 就是要围绕着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浪漫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人生里 那我希望大家来了之后 能够失回一点点的自己 随自己的小点滴 小的回忆 小的美的感受 你知道哪里在 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 那像这一张像片雨灵光一刹那的过去 是因为天黑了很暗 我突然看到一群亮亮的光 原来那是远远的九份 那这是白沙小屋 走出去就是一个沙滩 我想这些点点滴滴 都是白沙小屋的这段日子里面 累积出来的一个 我所谓的Taiwanese Romantic Life 今天的Fashion Talk单元 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斗篷披肩 温柔的斗篷和披肩 真的是冬天出门时 不能够忘记的好伙伴 是啊 就连男生 也可以运用这两个单品 做出很棒的搭配 其实在秋冬季节里 我们都可以常看到 斗篷和披肩出现 但是2014的秋冬系列当中 从配角的身份 变成了最引人注目的造型重点 源自于中古世纪造型的斗篷 真的在今年的秋冬大放异彩 各式各样样式 绝对能满足时尚民们的心 而在现在欧美的时尚圈 可以说人人都有一条披肩 而且定制的更是特别的流行 就不难看出这个趋势 像是英国的超模Cara 卡利迪勒芬尼 名人Olivia Palomo 都曾经披着上街 用包肩的斗篷当作设计的底标 不同的设计师 也用了各个品牌各异的特色 推出了极具风格的款式 Burberry除了经典格纹的披肩 布满大面积几何图纹的 披挂式斗篷 或是风衣防水布材质的 建层式设计 都散发着英国的优雅气质 同样来自欧洲的 Bergamo呢 它用比较深色的毛料 还有高领 自然垂坠式的下板 大方加上显色的反差色 优雅的都会风格 让人一览无遗 在这么多品牌当中呢 最具分量的就是一项 以奢华豪放形象 著称的卡巴利了 顶级的羊毛 制成的披肩 还有斗篷上面 搭配的是光亮奢侈的皮草 这样的气势 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震撼 但生活在台湾 穿着斗篷的机会 也许没有像欧美那么的平凡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利用 不同的款式和设计 去跟日常的搭配做结合 长扮的斗篷 是最能添加气场的单品 但娇小的女生 其实你们可以选择 中长款的长度 为自己加分 另外长度约在腰上的半身款 也是很好入手的单品 搭配软泥帽 就能够轻轻松松地 制造出浓浓的秋冬味了 跟郭品超一起担任 嘉宾压首首 是 很荣幸 对 因为你知道 疑婚的妇女 不太有可能跟他帅哥 站在一起 所以我很珍惜今天的车 你好挺 老公看到这台就可以转开了 等一下再回来 我心里只有你的 年轻是不会跑掉 追求最好的完美的 那你就永远青春了 空白很重要 找到一个方式 让自己放手 大骂某个人 这都是一个出口 爸爸那时候 又吃蒸糕丸的话 现在还有凌书好吗 表现最好的moment 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资讯 请锁定台北运设计 台北运时尚 美丽幸福 好 从新开始 今天的Girls Talk 单元 我们要来谈谈的主题是 美雪 不知道你有没有喜欢看韩剧 喜欢耶 偶尔有空就会看 但是看韩剧很拼 对 没错 因为集数这么多 而且能以你的忙碌程度的话 你要把握时间 真的要把握时间 有空的时候赶快看 像不知道什么样的韩剧或内容 像我自己觉得 如果今天它的戏剧 不管是造成了流行时尚的话题 或是说它的这些观点 它的内容内涵 可以引起广大的观众的回响 没有错 我觉得那影响力真的非常大 没有错 尤其是很多的造型 它不只是让你看的人心情很好 可是也可以给自己一些想法 自己在造型上 也可以让自己好感度很好 可以装扮一下 看得上流行 那一定要提提 来自欣欣的你 你看了吗 看了几集 OK 来自欣欣的你我想 会造成这么大的回响 权志贤跟金秀贤 这两位男女主角 真的发挥了她们的特质 我觉得她们的服装真的很酷 对啊 我觉得只要大家 花一点脑筋 花一点精神 让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抓住一些流行的元素 然后但是不要忘记自己 自己的特色加上流行的元素 你就可以让自己的品牌 跳脱在一个流行的舞台上 心情也会很好 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很有特色 还有很多的彩妆造型 我觉得也很酷 像韩剧里头 平眉 对 平眉 还有什么 角唇妆 对 那就小小的一个 还有那个星基罗妆 其实粉底就对 你应该是可以好好的 教导我们一下吧 其实就是一些小技巧 你就是要薄 然后你擦上粉底液以后 可能可以用面子稍微按一下 然后再擦第二层粉底液 就一层一层的打上去 你就可以很有通透的感觉 这样我们也可以像韩剧女主角 一样 没错啊 没错啊 最重要的是心情 让自己的心情 永远保持非常愉快 非常有自信 OK 这是流行时尚的部分 但我们来谈一谈 很多的韩剧呢 它的心情故事 其实也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生活中 没有错 没有错 你有没有看过 没关系啊 是爱情 有听过也赶上了 看了几集 你很酷耶 每个都是赶得上几集 然后你就可以贯穿 全全的啊 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很忙 你知道要挑重点 又想看 对 要挑重点 其实你看一下 可以调试一下心情 也可以跟很多消费者啊 很多同事啊 可以聊得上来 其实蛮好的 我觉得这一出剧当中呢 它谈的一个故事啊 就像是我们人 其实有很多的心魔 跟要怎么讲的心病吗 对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 因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 他的经验不一样 其实心里面跟外面 你看到的 是有可能是两个 我觉得这也不是意外 大概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有一个内心的自己 有些时候内心的自己 你知道 那有些时候内心的自己 你不见得知道 但是再怎么样 当你有一个感觉到 就是说你的心里面 有一些过不去的一个情节的时候 我们要求一些力量 看看韩剧 看看有很多台湾的 果像剧也很棒 它会给你一些新的想法 也给你一些启发跟希望 那让自己的心情可以带过去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像那一出剧当中的 心理医生 和人气推理小说家 是啊 是啊 我觉得光这角色 就很有趣啊 对 你听这个名字 我就觉得真的很不一样 是啊 没错 而且剧情是怎么讲着的 就是很多时候表面上的苦 大家可能看不到 表面上看到的快乐 其实心里面可能是有痛苦 你心里面的苦 只是你没有看到 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表象 跟内心深处的感受 但是只要你抱着一个心态 你让自己转念 让自己寻求快乐 走过去 然后带到一个正面的能量去 我真的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 妇女观众非常喜欢看戏剧节目 连续剧啦 韩剧啦 或者是你喜欢看的美剧 对 没错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呢 其实她可以把自己内心世界 感觉就像是一种衣服或者是缩影 然后在别的地方去表达 比如说男主角 平常在现实生活当中爱不到 现在很多女生都 非常希望有很好的男朋友 可是男朋友都不会做那么多事 亂亂情节 通通都在戏剧当中得到出发 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感情 你可能在生活的经验 你很多东西你都很想要 很多东西你希望它发生 事情不会一定是顺着你的方式走 你希望的事情 也不一定会照着你的计划 那这时候你怎么样继续追求 然后保持一个正面的能量 保持一个正面的信念 然后不要放弃希望 继续往前追求 我觉得这个就是往前前进的 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戏剧对于我们的生活 真的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对 没错 对啊 所以我想在看戏剧当中 不光是娱乐 如果能够让我们的人生 赋予一些更正面的意义 那更是有价值的 没有错 今天谢谢明雪儿 跟我一起分享了这样的Girls out 谢谢 拜拜 今天的Emphasis on Jewelry单元呢 主题是Infinity Love 无限的爱 准心人们大多会用钻石 来作为结婚的信物 而怎么样钻石 最可以代表浪漫的爱情呢 那要请教一下钻石专家 就是我的好朋友Peggy了 Peggy你好 你好 Peggy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样钻石 能够代表浪漫的爱情呢 钻石其实在市场上也蛮多种的 钻石里面有一个完美车工 全爱钻 Infinity Love 无限的爱 以爱为命名的钻石 只有一种 那这颗钻石的特别呢 在于它的钻石腰边 有一个专利的刻印 那这个特印呢 代表了Infinity Love 永恒的无限的爱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颗钻石本身的车工 它是一个极完美车工 什么叫做极完美车工呢 极完美车工 它需要历经40个小时 30道工序 也就是它比一般的钻石 要花更多的程序跟时间 来切割成一个这样子的 极具闪耀度的一颗钻石 那这颗钻石它来自于 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的 500年的超盘工艺 让它可以有这样的技术 那同时呢 在选这样的钻石的条件里面呢 我们要求的成色跟进度 有一定的规格 那所以这样的钻石是 全球大概我们估计 只有少于1%的钻石 可以符合 极完美车工的标准 所以兼具了车工的极完美 加上它有特别的一个 Infinite Love的印记在腰边 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全世界 唯一的一个 能够象征永恒的爱的一颗钻石 意思就是说当你结婚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另一半跟你求婚的时候 送上了这颗Infinite Love的话 就代表了无限永恒的爱 对 它同时呢 除了钻石本身的价值 更有它这个特殊的 一个Infinite Love的含义在里面 我们常听到八星八件 八星八件呢 又称作是丘比特车工 那这样独特的技术 到底能够为钻石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而八星八件又有哪些深远的含义呢 其实八星八件应该是说 透过一个专有的仪器 从钻石的正面跟反面呢 可以分别看到八颗星跟八颗件 透过看到这样八星八件的原理 在于一个车工的完美 所以必须要有凝聚 怪不得叫丘比特车工 对对对 所以必须凝聚三大完美 也就是有完美比例 完美对称 跟完美车工 有三项完美这样的比例呢 可以造就成一颗钻石 它可以透过一个特殊仪器 看到呢 这八颗件跟八颗星 其实呢 也就是说 它象征的是一个 比较顶级完美的车工的 一个含义 那Picky到底是 什么样的星人或是消费者 他们会非常的喜好八星八件呢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我们结婚客人是特别多 因为Infinite Love的钻石里面 我们是用的薄金箱台 那除了它钻石本身 蕴含的一个意义之外呢 那同时它因为薄金 也代表了一个很纯净 很完美的特质 所以呢 在这样两个结合之下 结婚新人呢 几乎是 在这边是首选 那每一个结婚新人呢 在他一辈子最重要的这个时刻 他会选择Infinite Love 这个钻石 作为它最重要的纪念信物 哇 这个纪念信物真的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谢谢Picky为我们介绍了 好的钻石 就代表了无限的爱 谢谢你接受访问 谢谢 谢谢 跟郭平潮的其单人 嫁逼家庭的朋友 是 很荣幸 对 因为你知道 疲婚的富裕 不太有可能跟他帅哥 站在一起 所以 我很珍惜今天的钻石 那老公看到这台 就可以转台了 等一下再回来 我心里只有你的 搞不清楚真的很孤独 很多事情 全部都是跟自己比赛 面对所有一切 人生丢给我的挑战 作用的事情 就是要放出手 我的个性就是 不要那么复杂 你不要那么花 没有一个固定的点 真的很难运动 如果我去健身房的话 我就住了正多页 你想知道最新时尚资讯 请锁定台北 inDesign 台北新时尚 有别于一般锅物餐厅 采用的日式装潜 结合了古典灯饰 和现代霓虹灯光的空间里 正式以Launch Bar 作为发想 活泼的灯光 在凹凸设计的镜板上 与原石包裹的大片镜面中 带来跳脱以往的用餐体验 今天时尚场面的单元 我们访问到的是 Chapel Lounge 时尚锅物店的老板 Charles你好 Hi Stephanie你好 請Charles呢 来跟我们解说一下 为什么要把这家餐厅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也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眼前这些美味的菜色 当初是因为学生时代 有在西餐厅打工的经验 那我很享受在跟客人互动间的乐趣 所以一直有憧憬要开一间餐厅 那时机到了我就准备好了 开了一间这样的餐厅 有建议目前的小火锅市场 大部分都走日式风格 所以呢 在餐饮界很竞争 所以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 在Lounge Bar吃小火锅的一个餐厅 概念 在这边的话 你们也有准备很多的酒类的商品 所以可以相互的搭配 那这些是套餐吗 是的 我们餐点呢 是以套餐的形式贩售 然后会提供前菜 主菜 这道 这个是前菜 是 这边是主菜的部分 是 主菜有肉类有海鲜 然后会有精选的菜盘 我们的菜盘上还有鲍鱼 然后还有甜点跟饮料 是一个套餐的方式 请问一下鲍鱼是每一锅都有吗 是的 OK 相信老板说每一锅都有 是 而且它的排盘的摆饰也很漂亮 在一个时尚的店里 这个是必须的 OK 好 那这个是海鲜盘 那这个肉类的话 这是牛小排 这是沙朗牛排 是的 那我们餐厅强调食材安全 所以我们在肉品上 它都是自然牛跟自然猪 像我们这支美国自然牛 就是一支没有瘦肉筋 不打抗生素的自然牛 而且餐厅是挑鲍鱼等级 美国牛肉最高级的 所以在口感跟香气 有一定的水准 那在高汤的部分 这边是昆布汤 对不对 这是 这是我们的热活高汤 什么叫热活高汤 取名热活的原因 是因为它要健康 所以我们的热活高汤 是用自然猪骨 安心肌骨 以及蔬菜熬煮 我们不添加任何的味精 大骨粉人工高汤 而且每天现熬 不可以供应 另外一个昆布汤 都是用日本的顶级蒸昆布 只加少许的盐巴 同样不加味精 柴鱼粉之类的 所以它会比较清爽 适合涮海鲜 相对国人现在重视养生 吃这个昆布过的人也很多 对 现在好多油品 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最自然的食材 最自然的食物 反而是最健康的 是 好 那甜点的部分呢 好 甜点呢 我们有提供 天然芒果泥做的布丁 跟金炖的银耳汤 这个银耳汤 每天都炖四个钟头以上 像这个的话 你说吃起来 其实很像热末 对 像这杯饮料 也是富含在其中的 是的 这是我们透过朋友的 泡沫红茶店的茶叶 因为这个茶叶 本身它们是选自台湾 很好品质的茶叶 再加上 因为现在韩式的风格 还蛮流行的 那我们就搭配了这个柚子茶 所以茶叶本身是 台湾 台湾的柚子茶叶 它是用韩国的柚子酱 加上台湾的绿茶 所以这个饮料呢 是柚子茶 是 最主要是你说 加上了柚子酱 还有非常好的绿茶的茶叶 然后柚子茶 然后柚子茶 一起完成的柚子茶 柚子茶 其实它可以解腻 对不对 没错 那沈嘉天的设计 我们也发现 在你的入口处 有两个小的桌子 但是它有一盏 非常特别的古典 比较类似像水晶 或者是Crystal 这样的一个灯 这也是你希望能够增添 它的时尚氛围是吗 没错 我们利用比较古典的水晶灯 是 跟旁边比较粗犷的食材 强调一种奢华的一种冲突感 那像镜面的设计呢 整间餐厅是由灯光镜面 跟食材的元素来构成 那这镜面呢 经过我们设计师 他的一个巧思 他利用各种不同角度的 一个折射 然后把我们的光线照射出来 今天非常谢谢Charles老板 给我们的介绍 也希望大家来这家小火锅店 在吃火锅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它的时尚氛围 谢谢 OK 谢谢你 谢谢 从锅物必备的菜盘中 能看见五彩的蔬食 漂亮之外更是均衡营养指标 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的料理团队 在肉品上的选择是相当谨慎 就连餐点附上的甜品 别致的前菜 也都是每天花好长时间 耐心烹煮的呢 跟郭品超一起来人 嘉宾嘉宾很久 是 很荣幸 对 因为你知道 提婚的妇女 不太有可能跟大帅哥 站在一起 所以我很珍惜今天的机会 你好可爱 那个老公看到这台 就可以展台了 等一下再回来 我心里只有你的 我觉得相信明天会更好 每一位女生都是最特别的 激动化为热情 继续支持你的梦想 我不喜欢用一些很忧郁 来包装这些东西 随时随地保持赤子之心 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 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资讯 请锁定 台北是在台北硬食上 结束爱情长跑 升格幸福人妻的沐西岩 不只热爱时尚造型 更是口齿流利的美女主持 私底下的个性 其实是活泼不拘小节的她 更把许多心思 投入在动物保护的工艺上 为她们付出努力 今天时尚美光队的焦点人物 我们访问到的是 集三千宠爱于医生的 美丽的主持人 沐西岩 西岩你好 谢谢你Stephanie 谢谢 讲得我想说是赤贼 太可爱了 当然是你了 我真的觉得 应该所有的女孩都非常地羡慕你 其实也还好 因为讲到 大家都各有各的 就是优点跟缺点 对啊 其实我也有蛮多缺点 还在努力中 很棒 那当然我觉得你也很幸运 你的好爸爸好妈妈 他们是真的非常照顾你 但是有的时候 其实家境富裕的人 不见得这么地努力 可是我们看到的西岩呢 你在很多在工作的领域当中 你也很努力地希望 能够表现得更好 所以呢我们算起来 我们真的是同事了 因为那个Stephanie 我呢在年代 台北英迪萨跟东风呢 主持时尚名人会 那我们的西岩呢 在东风有两个节目 一个是叫做美丽说大人 还有一个是我在北海道 对像是我在北海道 在北海道出一些节目 讲外景 OK 那这两个节目呢 其实都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 你主持节目跟你之前口译啦 或是你学习很多工作 对你而言 是不是把兴趣跟工作都结合起来 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 也有很不同的地方 那其实 因为我的研究所是念口译的 那其实训练的话就是 比较说不却场 然后就是口条方面 跟表达的思路逻辑 那跟现代的主持是有共同之处 那你自己在主持当中 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 像我看到你主持 就是我在北海道 天啊 谢 你吃了好多好多拉面 你该叫拉面王了 真的 其实外景的活动 像我之后也有 在别的地方出外景 那其实外景活动就是 它的机动性比较强 因为它虽然是有脚本 但是其实是你一个人 对着很多 比如说美食或者是风景什么的 那你没有一个搭档主持 你需要必须自己 一直把那个话填满 对 那么其实跟现在美丽说达人 是双主持 然后再加上很多来宾 加上很多物件 你可以很多资讯 美容达人 专家等等 所以其实大家一起分 这个主持的时间 那其实两个专家的方法 是有很多的不同这样 那你自己 因为美丽说达人这样的节目 真的我相信 也吸收了很多心知 是 你自己本身也是美女 又很爱漂亮 对于这种美容保养 有什么其他性的 其实我觉得女生就是 人生就是不断地维修跟保养 想起来很累 就是因为女生 我觉得现在女生其实是 要负担很多得到很多 那在拥有很多的同时 你就要付出很多 不断地去维系她 包括感情 包括现在结婚了 婚姻的关系 加上自己也要 对我们要来好好请教她 对 自己也要不断地要求自己 那我觉得其实 因为加上美容跟科技 无论是保养品 或者是这些医美 都是日新月医的 这些资讯 所以呢 自己也从中学得到很多 那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原来自己以为的 这些资讯 好像已经不是这样子 那其实会觉得 不断地在跟着 时代一直在进步维持 自己也觉得好像不错 对自己也是好事 她好可爱 就是维修也要不断地吸收新知 对啊 对啊 你不用OK 还是这样 女生还是要啦 对啊 现在真的很恐怖 尤其现在你知道大家镜头是HD 放得很近 真的 毛孔这件事情 怎么能够忽视它呢 而且我压力也好大 对Stephanie我而言 是说我是要一面工作 可能刚才在开会 然后现在立刻了 对 也是很辛苦 很辛苦 然后我的妆呢 真的都只能就差不多就好 不会很OK 真的 但是呢 那这样的你的美丽说达人 也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不同的保养心得 那我们一定要请教一下 是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小撇步 可以教我们一下呢 其实保养的话 我觉得要内跟外啦 就是外擦之后 其实女生吃的喝的也很重要 那平常我是不喝冰水的 一年四季都是不喝冰的 真的还假的 然后现在早上 比如说我会喝一些 红豆水或一人水 那有时候大家用煮的 因为空腹 像早上起来 你知道上镜都会消水 都会垂肿 那早上起来很多人都是 要不要留下我们的心 对 喝黑咖啡 其实黑咖啡有的时候 女生会觉得说 早上早餐没有吃黑咖啡伤味 那其实你可以 现在有很多那种冲泡式的 比如说红豆水跟一人水 你也不用自己煮 也不用担心会煮破 我就是用那个 一小包一小包还蛮方便 我也是 用一人水跟一人粉跟红豆粉 对 所以其实像 还有一些美容补给品 还有像比如说 有些会觉得说 女生都很瘦嘛 那其实瘦的时候就是觉得说 好像我什么油都不要加 然后但是其实很多油是好的 那女生有的时候 你太注重没有油的饮食的话 她脸上光泽反而会减少 所以就是说不是说很多东西 不是说不能吃 要看你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间吃 都有很大的学问 我觉得内外都要兼顾 才能够真的一致性的美丽 那欣妍 你有没有做什么运动 有耶 我做运动真的是做 做到极致了是吗 我就就是说 你知道二十几岁之前 你会觉得说少吃一点就可以 很容易就减重 我觉得三十岁之后不太可能 因为你变成说 你一定要运动 你要认清楚 我不运动就是不会瘦的这件事情 像我现在在努力的练腹肌 所以我早上 太厉害了 我早上还要多起半个小时 做腹肌运动 做完再洗澡 然后再来开始 每天的保养跟准备出位 好开心 你现在的生活模式 跟以前不一样了 因为你才刚刚新婚 是 看你的亲爱的学长 爱情长跑多年 对 我们真的是属于这种 王子公主幸福快乐的生活 也没有王子公主 是不是幸福快乐 我觉得要经营 那你这样早上 这样子要比较早 就连她的份一起弄 然后像她早上就是 因为当男生可能会 比较不会去顾及到一些 什么维他命啊什么的 那早上就要先把它弄好 因为她是属于那种 什么东西不递到她的手上 她就不会喝 不会吃的人 所以像什么水果 也要剥皮 你爸会不会吃醋啊 我爸 我这样听起来会有什么 她一开始会 但因为我跟她已经 我以前是你爸的掌上明珠 对不对 因为我跟她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所以我爸也习惯了 你爸也习惯了 而且加上我妈 我爸顾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爸就有点比较安慰 起码也是有人关心她的 而且你爸可能会觉得说 你看我的女儿也是教得这么好 跟你妈学的 对不对 我还不到我妈百分之一 因为我妈妈很会煮饭 然后我在厨艺方面 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多进步 所以在我爸的心中 可能还不是很集合 你会煮一点拉面吗 面类OK 但是像一些什么四菜一汤那种 可能就还没有到那个等级 对 没关系你还有非常长的时间 是的 慢慢的磨练 慢慢的磨练 对对对 你刚刚讲内外 美容保长都要兼具 那今天也非常难得 第一次的服装处女秀 就献给Besell这个品牌 对对对 因为走售的话其他的 比如说像之前一些珠宝的品牌 或者是一些美妆的品牌都有 但是服装的话 那真的是第一次 在服装上面呢 那希妍呢 你身高几公里 我173 对他173 完全是模特的身材 走秀的话还有一点矮 不过算了啦 就艺人属于很尴尬的高度 那走秀 因为模特的话就有点太矮 但是艺人的话就会觉得很大致 对对 我自己本人也很烦恼 好可爱 但是艺人而言的话 就蛮高的了 对 所以走秀而且 跟郭品超一起担任 所有的嘉宾押轴的女生 是很荣幸 对因为你知道 移婚的妇女不太有可能跟他帅哥 站在一起 所以 我很珍惜今天的机会 那老公看到这台就可以转台了 等一下再回来 我心里只有你的 他心里只有老公 但还有一个爱犬 是你心里的另外一个非常 对 我很疼爱我的狗的猫 不好意思 我讲完您亲爱的老公 怎么就讲了 不会不会不会 我老公很爱我的狗 又冷落我的趣事 对 很爱他 你的宝贝爱犬叫他 Tuffy Tuffy他有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 其实他就是一只听不见的狗 剩下来就听不见 那所以他的世界很小 那很黏人 那因为他长得就是 一脸蒙呆样 所以就是之前一开始 因缘分享之后 对 粉链就很爱 对 那现在已经就是衍生到说 我已经出了他的一些周边 就是纯粹做义卖 也不扣成本 然后其实比我想象中的 花更多钱 因为除了成本之外 还有人事费用 那还有比如说 是从制造地 再运到台湾来 在台湾也 粉丝也一卖 运费我也都自己出 但是很成功 因为我大概 卖了快进千只 就是一个义卖的娃娃 然后之前出过他的手机 可什么的全部都捐给了 我这样的动物协会 那我就觉得蛮开心粉丝 因为他听长听到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依赖你 他其实是完全是用感受 然后你的味道 跟你这位主人怎么样 就是贴近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可能对宠物来讲 我们真的就是 他们的唯一 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 你在家里养宠物 一只宠物一年 如果有15年的寿命的话 他有一半的时间 就是7.5年的时间 他都用在等你回来回家的 这一个上面 所以你真的 我觉得说 我可能没有这样分析过 真的 他说7.5年都在等你 因为科学的有证实 就是大概有计算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养一个生命 就好好对待他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养到 最后就不要亲了 就像为什么有流浪动物之家 就是很多人 其实到了一个程度 他就欺养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反而是非常不好 因为我平常 之前也在流浪动物之家 做志工做很多年 那我除了Tuffy之外 前两年还有养一只流浪狗 叫做唐唐 那后来也去世了 那但是流浪狗真的很可爱 但我知道就是很多人 因为Tuffy也不是流浪狗 它是以前的男朋友买的 但是就是说 很可爱 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没关系 就是说 所以就变成说 我觉得其实流浪狗也很可爱的 养的狗也很好 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 但是就是说 无论如何你竟然养的 就希望大家能好好养到这个 而且重点是 现在你的老公也很爱Tuffy 他非常非常爱他 两个人会连成一气 是喔 对 像Tuffy 他之前对我很忠心 婚后就我觉得 他对我的爱 有点稍微的分享 让我有点不太适 婚后他的忠心程度现在是 因为他的爸爸会溺爱他 就是猛塞肌肉感给他 所以他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他不是我比较严密 那我觉得我真的觉得 我很欣赏你老公 他真的是爱无极无 因为你喜欢他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就超爱他 我觉得他心里面 根本没有想到 他是以前是谁买的 他就是他根本就 我也不会想到这一点 就是你根本就忘了这件事情 而且 毕竟我刚才在一起很多年了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好介意的了 今天在走秀的carework上 你穿了一套非常发起的红色款 的衣服 对 因为Mozell这个平台 我今天身上穿的也是它的牌子 那其实大家看到这一套衣服 是比较典雅的 那是比较说 无论是每天晚上都可以穿 但是在我台上穿的走秀那一套 是一个定制款 它们有定制的系列 我觉得会颠覆大家对于Mozell的一些印象 很值得看 因为我本人觉得很喜欢 你自己自己喜欢 什么样的服装款式 我平常私底下穿的 其实是稍微比较帅气一点 然后我很喜欢穿裤装 那再加上 平常没有在工作的时候 就几乎都穿平地鞋 但是因为 你也知道艺人就是这行走久了 就会渐渐 口味比较偏重一点 喜欢一些就是重手工的 或者是说定制款的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猪工 然后立体有花朵刺绣的这种 是 平常你比较不会穿的衣服 所以有机会穿这种衣服 我都很乐于尝试 而且真的非常适合 你比较优雅的 西言主持理力说 大人常常接触很多的 时尚流行趋势 对 那在今年的秋冬 你有没有什么是 你觉得一定要的Mozfly呢 今年秋冬有几个趋势 就不会只有一个 那大家就选适合自己的 其实今年一些 西部的休闲帅气风 会蛮适合 那还有像这样子的泥的材质 其实就是每年都不败的 那还有直线线条的东西 譬如说 有些品牌都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用几何线条 来做一些评接 然后那颜色是属于 比较偏大地色系 比如说咖啡色 或者是卡齐色等等 那其实跟大家自己衣柜 一定有的一些 黑白色的展品 是非常非常好搭的 你会常常混合出来吗 会耶 我都会把比较昂贵的牌子 跟非常平价牌子 乱搭在一起 然后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常常会乐于分享 自己的穿搭 在粉丝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 全身都是大牌 其实你本来会觉得很难入手 所以其实我觉得穿搭的极致 就是说你选你适合自己的东西 而不见得说一定要是 某一些大牌什么的 那你要懂得你自己的 一些身体上的优势 对 然后再混合今年 适合的某一些的单品 或者是潮流 那就会搭出有你自己的感觉 我很好奇 吸引你家里的衣柜 因为我知道你的家 大家都从媒体上看过吗 你家超漂亮的 还可以又大又漂亮 那你的衣柜 你都怎么样打领的衣柜呢 我的衣柜的话 就是鞋子会拍照片 然后会 不然我真的是不记得 那衣服的话就是 你都拍照片 然后你比如说 要选鞋子的时候是 翻照片先 那衣服是分色系跟材质 还有季节 所以其实我蛮好找的 不太会有东西 应该很大 其实还好 我是有系统性的 而且会 我每年都会捐一些衣服出去 或者是拿来做义卖 那粉丝就可以便宜 买到一些名牌的东西 然后又可以把这个钱拿去 然后又可以拿 把这个钱拿去做爱心的针线 也不错 真是太好了 要谢谢夕妍 真的是说分享你的爱心 然后又把这么多 时尚的世界呢 跟你的公益 各方面可以做一些结合 是 OK 今天非常谢谢 你接受我的訪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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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你爸思想很前卫耶 他其实一直以来 没有给我很大的一些压力 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不管你做任何一行 输度不好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在那一行里头 是佼佼者 他说如果你今天去摆地摊 我希望是夜市当中最棒的那一摊 我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不要觉得自己出国了就要忘本 我们只要回到家以后 No English 所以你就知道 我父亲其实不断地就是 不管我们坐在哪一个国家 他一定要让我们知道 你的根 你永远都是黑头发黄皮肤 聋的船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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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